可燃丁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在陆地区域采集的可燃丁国家 23号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排名榜显示 香港成为仅次于隆东和纽约的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 经过审理 台湾高院裁定将沉水扁严压至11月25号 世卫组织称全球假流疫苗的年产能力估计为30亿剂 大大低于此行估计的年产金融50亿剂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 好来看今天的头条 联合国安理会核不扩散与核财军峰会 当地时间24号上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会议 并发表了题为共同缔造普遍安全的世界的重要讲话 安理会核不扩散与核财军峰会 当地时间24号上午在纽约的中国新闻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会议 并发表题为共同缔造普遍安全的世界的重要讲话 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 当前国际安全环境复杂多变 核扩散问题依然突出 核财军任重道远 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 首先应该摆脱核战争威胁 借此机会 我愿提出五点主张 第一 维护全球战略平衡和稳定 积极推进核财军进程 所有核武器国家 应该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第六条规定的义务 并公开承诺 不寻求永远拥有核武器 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 应该继续率先大幅度实质性削减其核武器 全面禁止核实验条约应该早日生效 应该尽快就禁止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条约 进行谈判 条件成熟时 其他核武器国家也应该加入多边核财军谈判进程 为最终实现全面彻底核财军 国际社会应该适时制定一项 切实可行的分阶段的长远规划 包括缔结全面禁止核武器公约 第二 放弃以首先使用核武器为基础的核威慑政策 切实减少核武器威胁 所有核武器国家应该明确承诺无条件 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并就此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 同时核武器国家之间应该谈判缔结 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 第三 巩固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防止核武器扩散 所有国家应该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强化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职能 所有国家应该严格履行防扩散义务 不搞双重标准 加强和改进防扩散出口管制 第四 充分尊重各国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发达国家应该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 为和平目的开发利用核能 国际原子能机构 第四